这是我们在烟花之乡刘洋拍到的一束烟花 我们都知道在烟花绽放的瞬间 发生了无数的化学反应 但这些反应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所以从今年10月份开始 我们就和西湖大学 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化学老师 保持着紧密的交流 我们希望在这个视频里和你一起弄明白 烟花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毕竟艺术就是爆炸 传统烟花里面通常少不了一类东西 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个黑火药 我们在初中三年级就学过 这很熟悉对吧 我们都记得 一流二销三炭 也就是一个单位的硫磺 两个单位的销酸钾 加上三个单位的木炭粉 只要这样混合起来 制备上一公斤 你就成功犯下了非法制造买卖病数 油寄属成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触犯这些罪行者将被除以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清洁严重的 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以及死刑 大概就这样 当然等到我们真正接触黑火药以后 我们发现 它并不是像想的那样 只要你一点火 它就会砰 其实不是这样 完全不早 对 几乎就不会有剧烈的反应 你肯定会看到一点 冒一点点烟 也就那样 这是西湖大学化学系教学奖师 全新锋老师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和做全了安全防护之后 他带我们来做了几个 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的 非常刺激的实验 来了吗 要来了 好了 这好像也还行啊 通过高速机 你可以看到 黑火药反应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还有氮气 在密闭的空间里面 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力 能让烟花 bill一下 直接升空 而当烟花升空之后 那些闪光的效果 就更多的是和铁 还有铝 这两种因素相关 那铝热反应 我们在高中课本上 应该都有看得过 但是老师我估计大概率 是没有给你真正做过的 那这次我们用到了 铝粉和氧化铁粉末 再用每条来提供高温引燃 在高温之下 铝合金属氧化物 发出大量的光和热 反应会非常剧烈和高速 以至于铝粉置换出来的铁 最初就是熔融状态的 所以全老师也提到 铝热反应至今 还是一种焊接铁路轨道的好办法 不需要电 也不需要其他复杂的东西 只需要带上这个混合粉末 到那边一点 也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跟铝相关的实验 我们还做了一个跟铁相关的 用了铁粉还有高铝三甲 本来我以为它也就和前面 这两个差不多 都是小场面 但是这个实验真的是 还要再来一勺吗 嗯 行了吧 行了吧 不要了 这个真的会比较亮 6 兄弟们 哇 看来刘光泽 刘光泽 找了找了找了 找了找了快快快 哇 太牛逼了 这 我怀疑他们前面的两个反应 都是来框我 铁粉和高铝三甲 直接就把我们的这个 刘光泽给报销了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 足足放慢了480倍 但是这个反应仍然难以被摄影机给捕捉到 仅仅是这么两小勺的物质 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威力 实在是难以想象 大质量的实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到底哪些反应能够瞬间产生这么大的亮度 那问题是这烟花又不是只有一种颜色 那些彩色 它又是怎么出来的 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到另外一个现象 也是我们高中化学BCO1都学过的 叫做艳色反应 你还记得吗 那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有一个概念是需要被理解的 那叫做电子跃迁 在原子的微观层面上 电子有着不同的能量 也就是能级 当电子吸收能量的时候 它会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通过加热给它能量 但是电子在高能状态又是不稳定 倒霉的电子又会从高能级掉下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释放的形式就是光子 也就是可见光和不可见光 而不同的元素有着不同的能级 释放出来的光子有着不同的波长 这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不同颜色 这就是它的一个底层原理 所以艳色产生的这个过程并没有新的物质生成 它其实是一种物理变化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酒精燃烧的颜色 OK 现在当它酒精少了之后 那个盐浮出来了 跟高温接触它才会发生颜色的变化 哇 好帅啊 对 颜色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那现在换一个角度 如果我们把不同元素的化合物撒在火焰上 用高速摄影机 你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铜元素呈现出了绿色 而锂元素则是紫红色的 那同时全老师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教具 也跟电子跃迁是相关的 也能够用来解释一下霓虹灯的工作原理 所以这也是颜色反映的一个呈现方式对吧 对 就是也是不一样的物质 只是这一次它的热量的来源 它的高温的来源是高压电 我们来现在演示一下 好 皮卡皮卡丘 那在全老师的十万福特之下 我们看到了不同气体发出的灰光 那目前看下来在这些里面 奶气有着最高的转化效率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Neon 奶的Neon Light 所以翻译过来就是Neon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对烟花 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理解对吧 可以露一手 我们的制片也特地花重金 购买了各种烟花 打算请已经有20年 没有放烟花的全老师来看一看 这些化学反应 最终被人类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们首先 来最近最火最高端最厉害的烟花 母鸡下蛋 OK 孝生你可以跟我一起下来感受一下 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来吧 跑快一点嘛 网络上是要的吧 很危险的 还挺有意思 是吧 下面为朋友们送上 我们花150块钱购买的大闹天宫 就在全老师您面前闹给您看 我的150块钱没表演出来 火旋风 这个怎么玩呢 好像还有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看就是放地上点一下就好了 它就会转 它能怎么转 这玩意你跟我说花650自片组 你在搞什么 卡住了 可能是卡住了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个好吧 再来一个 再有一个有问题 你确定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你的鸡腿一个都不剩了 我跟你说 你确定是怎么回事啊 它怎么还会转 它怎么还会转 它像个陀螺一样 这个有意思 这个的我来全老师来一个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对啊 这个一下把我给弄 搞得很激动啊 这个有点 这个活动区域太大了 不是很受控制的 我又没点造一个 哎呀我好菜啊 实话说这个还挺好 又有颜色 又有动态的表演 好玩 好看 这是我们目前放出来 最野的烟花 请大家打分 火炫风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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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像银河系一样 还有一个月亮 还有一个月亮 月亮 哦 其实刚才我看他那一眼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意乱情义 我说我说这两个人在一起放烟花 我说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放烟花 对吧 怎么不是他呢 建议告白的时候使用 对对对 这个太浪漫了 那当然玩归玩 其实你也能够看到 也有很多烟花就用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反应 所以现在你有了基础知识 也许将来可以在你的家人面前露一首 跟他们讲一讲 在放完烟花之后 全老师和我们提到 他还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给我们放另外一种样子的烟花 那这种实验就用到了一种很特殊的反应 震荡反应 它的反应速度相比之前看到的要慢得多 但是它居然会不断地形成各种随机的花纹 我从来没有想过化学实验可以变成这样 但这真的很酷 这可能也是化学浪漫的地方 你知道我们刚才在谈物质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电子的跃迁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很多分子的性质的时候 特别抽象 所以有时候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实验 我们带入课堂的话 它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感性的一种经验 因为你永远能想到这个灿烂的颜色 你会永远去琢磨 它是怎么回事 你就记住它 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对烟花的理解深那么一点 烟花对我们来说 就是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代表着快乐 代表着每年最期待的事情 每次天空一响一亮的时候 总是能够吸引我们迟迟地看着它 那也是人们不断实验和积累 才让我们看到这种在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景象 那这走们一点点小分队 也前往刘洋 记录了一场来自于烟花之乡的烟花秀 虽然冷到飞天 但是我们大家真的挺开心的 烟花就是这样一种让人非常开心的东西 这次我们下转的烟花 还是我们下转的烟花 至少量的流氓 录 Virgin 最后 祝各位 新年快乐 感谢你这一年的陪伴 那也感谢西湖大学的老师们 感谢湖南花火剧团 和刘洋花炮歌团队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新的一年 再来点不一样 黄颜色 黄了 哪里 变成很漂亮的蓝色 对的 帮我看什么 等一下 它又回去了 你感觉它好像是在挣扎 它要变回它原来的颜色 然后后来又变成 这反应太神奇了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